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这是부... 明露我今天又想说 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矫正一下 就是以前呢 好,电脑 电脑的话呢 很多人都很习惯就是讲说computer 对不对 或者是笔记型电脑的时候就讲notebook 好,actually 在美国人的世界里面呢 如果你讲笔电 你现在,以前还OK 现在我们讲的是现在 现在我们都应该要把笔电讲成laptop laptop OK,它是lab lab就是大腿 lab就是大腿的上方 放在大腿上方的top laptop OK,好,所以呢 那请问如果是桌上型电脑的话 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desktop desktop 好,我之前在发音上面有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想要听起来 讲话的时候听起来比较道地一点的话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中间的音不要发得这么明显 譬如说laptop laptop 是我讲这个单词的时候 它就是laptop 那就是 I'm going to just bring my laptop 那你个p不用发音的大 那个那么明显 就是laptop laptop 好,那 desktop desktop 那你可以讲 desktop desktop 好,所以大概是先跟大家讲一下不要再讲no book了 当然好像英国人还是会讲no book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是讲laptop 然后 还有desktop 又比较专业一点嘛 OK 好 那滑鼠是什么 滑鼠 Mouse 就是mouse OK 好 先这样啦 bye